1月16号 美国知名反华政客参议员马克·卢比奥证实 美国和平队已决定终止在中国服务 自2020年6月起撤出和平队在华志愿者 卢比奥理由是因为中国不算是发展中国家 当然还少不了冷言酸语旧台词 共和党另一名政客麦考克也跟上节奏 扯中国军事威胁论 说要把有限资源更好地用在别处 绝大多数网友反应是冷漠无感 说一声走好不送已是很客气了 也有一些人在网上云感恩 说若不是撤出 我都不知道美国和平队为中国默默无私奉献23年 对自己国家各种冷嘲热讽 谁说和平队工作没成绩 这些人不恰好证明他的成绩吗 卢比奥他家从1957年从古巴移居美国前 就是美国和平队入主家庭之一 70年代初他叔叔还跟着和平队去中美洲扶贫两年 1971年出生的卢比奥 就在这个酒精政治考验的家庭里成长起来 他家要比任何美国人都要反攻 以示绝对忠诚 从卢比奥身上也能看出和平队真实作用 和平队来到中国 成一碗放了23年的冷饭 既无法完成真正的使命 也没有培养出有用的小分队 中国真没有赶他走 而是他自觉无趣 就像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 待在别人家客厅里 主人家喝咖啡吃水果打麻将做游戏 都当他是空气 但也不赶他 就这样能待23年也算是脸皮够厚了 和平队不是NGO组织 它是美国外交项目之一 工作上与美国驻华大使馆对接 中国也没有将他列入NGO管理范围 本质上和平队是冷战产物 服务于另一个战场 舆论战文化战心理战 任者与其说是硬僻 不如说是服役 美国这碗冷饭放在中国 早晚等回收或倒掉 二战结束 两大意识形态阵营阵线分明 1949年3月 在各国共产党领导下 巴黎布拉格和纽约等地 举行了和平阵线知识分子会议 约里奥居里是欧洲会议领导人 美国这边有爱因斯坦 在纽约的组织 叫世界和平文化科学委员会 爱因斯坦除了号召科学家参加外 还带动了卓别林 马龙白兰度 亚瑟米勒 肖斯塔科维奇等文化界明星 纽约会议震动了美国情报部门 当时是在纽约的华尔道夫阿斯多利亚酒店举行 为了破坏会议 美国FBI政治警察召集了一帮寓文人 如TS爱略特 玛丽麦卡锡 托马斯曼等人 故意在该酒店也开了一场反共会议 由于两场会议同时进行 导致媒体报道失交 毕竟都是名人 最终左翼和平会议 没有取得应有的舆论效果 接着就是麦卡锡运动高峰 在众议院非美委员会的调查下 这些科学家和文化精英被列入了黑名单 这意味着他们要不失去收入来源 要不离开美国 有的还被送进了监狱或软禁家中 欧洲方面 为了消除1949年和平会议影响 1950年6月 美国出资在柏林召开一次 针锋相对的文化自由大会 欧洲右派知识分子精英全部登场 并在35个国家设立了大会分支机口 英国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出版了文化月刊和报纸 全部由福特基金会出资 幕后买单人是中央情报局 在美国驻欧洲占领军政府情报分支机构的帮助下 到了1953年 美国情报部门几乎掌控了美国在欧洲的全部文化交流和信息项目 雇佣了13000多人 耗资1.29亿美元 这是一场对欧洲知识分子精英的洗脑大战 美国拥有自由 苏联拥有民主 由美国扶持的政权都冠以自由两字 如自由中国 自由韩国 自由越南 还有自由电台 自由工会 新苏的大都与民主有关 如民主德国等 到1957年左右 对知识精英争夺战告一段落 美国战略中心转向了纷纷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 由于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存在文盲率偏高 设备落后的现象 报纸书刊电台的轰炸起不到舆论作用 必须以国家名义组团深入到底才能取得效果 这就是美国和平队产生的根本原因 和平队其实就是宣传队加情报站 一方面将中情局宣传材料行动化 另一方面收集当事国政治军事外交情报 无论批着什么外衣 如教育、医疗、文化、扫盲等 都改变不了美国和平队根本性质 今天的外衣还有女权、同婚、环保等 1960年11月2号 肯尼迪总统在旧金山演讲中提出成立 由青年精英组成的和平队计划 1961年3月1号 美国政府根据10924号行政令正式组线和平队 由美国国会批准为国务院永久性联邦机构 1962年9月22号 刘肯尼迪签署法律成效 和平队公开使命是以派遣志愿者方式 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教师、医生、护士等专业技术人员 将这些国家展现美国文化 改善美国恶劣形象 争取人心 最重要的是传播美国文化及价值观 通过一定时间在当事国培养出一支处处为美国利益着想的精神美国人队伍 肯尼迪曾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 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 而要问一问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这句话就是在美国和平队成立仪式上讲的 和平队志愿者公开选拔条件 年满18周岁 身体健康 热爱祖国 美国许多城市都有报名站 录取后先在国内接受十周培训 如卫生保健 养猪喂牛 种地开荒 打检修房等 再到指定国家工作两年 志愿者没有工资 只有少量今天 每一支和平队出去 真正的负责人都经过情报系统特殊训练 在最不易察觉的掩护下完成特殊任务 1961年8月 肯尼迪在白宫设宴 为首批51名和平队员送行 他们全部去加纳担任中学老师 12月份发展到750人 1962年起 向印度 泰国 菲律宾派遣和平队 日本和希德也跟进成立了和平队 和平队也是美国政府观察 培养政治过硬的青年人才的主要基地 所谓青年人就是以大学生为主 1987年 里根让16所大学学生部门负责人 到斯坦福大学开会 建立了大学和平队输送机制 美国男女青年 为什么要到第三世界吃苦 像奥巴马母亲的一些朋友 就是派往韩国的和平队成员 并不是说和平队队员都是居心叵测的人 一 宗教感召力升华为拯救者的荣誉感 爱国者的使命感 二 政治加分 第一代成员回国后 大多成为了公务员队伍培养对象 三 缓解就业压力 这两年虽然收入不高 但相对奔波于社会找工作的同学来说 也算是一种就业 四 磨练自己的能力 放眼世界 这些年 为了鼓励更多年轻人加入和平队 美国政府又推出了专门激励政策 一 解决往返探亲旅行经费 二 服务器内享受全额医疗保险 三 享受银行优惠贷款 四 退一找工作期间 可获得8000美元左右生活补助 五 享受学历提升的机会 六 发放当地水准的生活费和住房费 其由政府优先推荐给雇主 八 加入22万名前队友的人脉网络 近60年来 美国和平队足迹 遍及六大洲 139个国家和地区 总计22万人已参与 他们会传播美国文化和价值观 起了巨大作用 大大改善美国的形象 2011年和平队成立50周年之际 奥巴马希拉里 再次拨付巨款 投入国务院这项计划 奥巴马还动用政治资源 说服越南和缅甸 接受了和平队 对美国政府来说 和平队就是一个冷战工具 哪怕在冷战结束之后 功能也没有变化 和平队是美国政府一个独立机构 主任和副主任 都有美国总统直接任命 还必须得到参议院批准 现在和平队下设非洲 欧洲地中海亚洲 太平洋三个办公室 还设立了监督机构 以防止腐败和浪费现象 学生网上报名 要提前9个月 再经过面试 体检 法律审查 合格者才能入选 待遇好了 条件比以前也延了 和平奖经费 纳入美国国会年度海外拨款预算 服务期正式定为27个月 还有考评机制 有淘汰和重用可能 在宣传方面 美国政府为和平队建立了网站 以及脸书推特等账号 跟好莱坞CNN等影视机构 也有视频合作项目 美国和平队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 名声偏臭 有作奸犯科的 有贪图享受的 早在1971年 就被波利维亚驱逐过 因为间谍行为被暴露 在培计利比亚等地 还因偷鸡摸狗 被当地民众追杀过 在中国 他们不叫和平队 而是叫中美友好志愿者 但作为美国政治辅助工具的功能 没有变 不过素质是一代不如一代 专挑省力的事情呼应 比如女权主张 反狗弱行动 跨性别平权 老一位资产阶级战士打紧修房 养猪喂牛的吃苦耐劳精神 都没有了 就靠张嘴 中国这么大这么强 美国对这帮人和外围组织 也绝望了 总之越安定的地区和平队越没有价值 风景线越多的地区和平队越活跃 早该跟和平队说声再见了 你轻轻地走 正如你轻轻地来 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条狗狗 怨天堂里没有和平队